高雄在今天清晨发生一起自撞车祸 国道一号北上五甲交流道 一台银色自小客车 疑似过弯不当 先撞击内侧护栏 再撞击路肩护栏之后停下 肇事车辆车头全毁 车身口气都被刮花 弹出的安全气囊上头更是血迹斑斑 车上男性驾驶脸部和四肢插伤 意识清楚送往国军医院治疗 而详细的肇事原因 目前还有待警方进一步领情 我是陈继根 从采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往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